好,我们看第11题b 他说Jama呢,他要去爬山 然后是6个月后 然后他的费用是1200 他有200块的存款 然后每个星期他有50块的Pokamon 然后他也有每个月去做4天 每个星期一天有20块 然后他上个天他每天花5块 然后他每个月平均去20天 然后用Calculation Determine whetherJama can save No money to drive per edition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们就算他每个月全部 所以Money save every money 就是等于那个 他有50块4个星期 加20块4次 就是减掉5块乘以20天 所以280-100 所以他的180-100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的购物的saving after 6 months 他的购物的saving after 6 months 所以他的购物的saving after 6 months 就是6个月后 他存到多少钱呢 6个月存到的 会是等于原本的200块 再加6乘百块 所以200加6乘百块 所以是1280 所以是1280 RN 1280 所以他够钱 OK 所以在这一边呢 之后 他这个大购1200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1280-1200 就80块 OK 他有足够的钱 他还有extra80块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Jama can save enough money to join the expedition OK OK he have RN 18 OK 16 OK RN 85 480 这一个呢 严格来讲 应该是 4 chapter 10 的 题目